哇哦 太美了 太棒了 我们今天又出发了 今天是7月17号 我们去尼玛 每天站在高楼上 看着地上的小蚂蚁 它们的头很大 它们的腿很细 它们拿着苹果手机 它们穿着那颗阿迪 上班就要迟到了 它们很着急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 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 它在这个城市里 活得很压抑 虽然它什么都没说 但我知道它很难过 我悄悄地许下愿 难道说六十岁以后 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在阿里大北县遇到了 我们重庆的老乡 老乡记 我可是东北的啊 去几号尔的 看了的 记得银钢的150的 对对对 去年是一个框子一个山地王 还有一个面包车 面包车是后来新大县上遇到的 你不喝嘴啊 面包车是个神人小谷 大姐东北的 对 你是长期住在重庆吗还是 没有我是刚退休 我正好我哥要来我跟他 哦你跟你哥来的 大哥来感受这个火车站上 火车站上吗 那你坐火车谁在坐呀 大哥是在咱们重庆工作的啊 昨今北海第九人们医院的 医院的放私公司的 我们也是医生 你们都是医院的啊 不是 我不是我们去 他是制药厂 他是制药厂的 他是制药厂的 然后我跟这个 制药厂的他是卖药厂的 卖药厂的 有死验是317进来的吗 哎 我们四个一起走出发的 我们一走 都是一下试试 几年 几年都试试 他这个坐的高降了的 他降了的 这个车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车 我们已经换了个车了 我们本来 我们换了两个车走了 我们是朋友开 你们什么车换了 也是600 这个车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 是他本身的那台 在亚青市的时候 那个钢啊 爆死了 朋友连夜重重去 又送一个路 他送了那台蓝色的过来 还有两个600在家里面等着的 再坏再送 现在送不了了 现在就只有车走了 这个车坐起来很舒服的 它坐垫很宽 然后主要是高二 256 我前坐的话就有点卡 这个车 他因为他这个车跑长途很舒服的 对吧 而且他车把是很降的 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车 他有好处是什么 他骑行不累 他有多重啊 大概300公里 300公斤 你们是几号出发的 你们8号 8号出发的 8号的出发 7月8号 对对对8号 我们还有个队伍15号出发的 他们从云南过来 那你们速度快啊 我们6月28号出发的 你们到处玩的吗 我们到处 你们一直一直到处 大北线 你们拉萨没去 我没去拉萨 直接出来以后 直接就 三要七出来就 就开始大北线 大北线再回拉萨 我们在拉萨住了 住了五天 有两个朋友 因为都去过几次了 那个地方 大姐是跟着他哥哥 一起出来西藏 你是第一次进藏 这个 退休了没事了 这里漂不漂亮 有没有高反 没有 其实走到快有点 闯上来气 好的 这里觉得漂不漂亮 那当然了 有机会到我们东北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东北是在我们的计划以内的 是吗 对 那 尝点一下 好的 东北七千二 换一下点 好的 后面的那个 后半的放油螺丝跑松了 没有了 加气球好了 好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你敢忘了 那小问题 一般都是这小问题 只要大问题没有小问题都不是事 只要能够跑 就不是问题 对 哈哈哈哈 就要慢慢走 慢慢玩 车友是以人为交往 不是以车为交往 是 是的 好 走走走走 慢慢点啊 这是重庆的 四个车五个人 四个车五个人 走走走走 慢点 没事 我们都是一起跑了几年的了 一起跑了几年了 都在一起的 啊 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都说前世王八蛋 可长得真好看 慌慌张张 匆匆忙忙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难逃说 我的理想 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 不悲不亢 不慌不忙 也许生活应该这样 难逃说 又是最后 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我不想天有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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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慌张张 匆匆忙忙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难逃说 我的理想 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 不悲不亢 不慌不忙 也许生活应该这样 难逃说 又是最后 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其实我也常对自己说 人要学会知足而长呢 可万事都一笑而过 还有什么意思呢